永遠愛他 我已經在幫他化妝了 把車子從棺材跳出來 跟大家拍照 因為他就是很愛朋友 我是在他身上學到很多就是 每一次碰到面的時候都很珍惜 那個當下 也謝謝他讓我知道 真的要好好的珍惜 就是每一個朋友 愛朋友 然後身邊的朋友 他一直都很關心大家 那我也希望我也可以跟著他一樣 我也可以關心很多的朋友們 今天有幫他化妝嗎 對 有有有 我就說好久沒有幫你化妝了 因為之前他來我們家玩 或者是我們要去派對 或者是去參加一些時尚活動的時候 我都會幫他化妝 我想說好久沒有幫他化 有點怕失敗 因為他很在意他的眼線 對煙燻 但是我今天沒有幫他還煙燻 才想說很恐怖 那算了 正常然後就幫他化眼線 讓他有氣色就是看起來是 對好像剛睡著 第一天他走之後有 我第一天不敢相信 然後第二天的時候我心裡想說 我決定想說要幫他化妝 可是我還沒有問就是家人 可以幫我問一下 就是禮食色這個 然後他們就說可以 因為我其實他走了之後的第二天 我有夢到他 然後夢中就是我已經在幫他化妝了 他就從棺材跳出來 然後就跟大家拍照 然後就照顧大家 因為他就是很愛朋友 就好像覺得比較突然 突然喔 還好不是他送我 因為他真的真的會 可能會更痛苦 他是一個感情很深的一個藝術家 最後一通留言有交代我 就是說 你一定要好好的 平平安安 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然後永遠愛你喔 媽媽媽 所以他有交代這些 所以我不能太沮喪 最後有什麼話想跟他說 永遠愛他